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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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閱讀東波詞比較著重是它 中後期詞呈現出來的意境 大家熟悉的水雕鴿頭啊 令風波啊 令乳膠 令江仙 都是這個後面的一個作品 但真的瞭解東波有後面的表現 我覺得前期這個階段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些一直營耀在他心中的一些問題 從他三十五六歲以後已經一直就糾纏不已 往後期是如何把他深化面對的一個階段 因此要更透徹了解他中後期詞的一種風格特色 以及內容意境 我覺得有必要要對他杭州或者到密州時期的這個階段的詞 有更深刻的一個認識 那有了這個基礎你才知道他一些核心問題 一些基本的人生課題 怎麼樣的在他的生涯裡面有不一樣的一種體悟 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 而且這樣的話會比較清楚 那過去閱讀文學我們常常會用很多方式 你可以用題材分類 比如說你分別動波的送別詞 思想詞 永務詞 或者一些相關的一些課題 但這樣的閱讀有它的一個好處 當然你可以一個種類裡面去看它的表現 但是少掉一個生涯歷程的一個對應 那就東坡來說他的寫作是相當自信的 他不是隨便去寫作 那是什麼時候去選擇詞體來表達 什麼時候用不一樣的一個詞牌 那裡面有很多可以言說的一些事況 那因此這樣的閱讀有一個好處的是 你隨著的生涯然後跟著詞裡面 看得出了他所面對的同一課題 有不一樣的年齡有不一樣的體會 然後也會追索到一個成長的一個歷程 那這樣的閱讀當然就會更深刻認識一個作家的內在 更能夠了解一個成長變化的軌跡 那我們採取的是這個方式 那當然在這個方式 剛才我們比如說在杭州裡面 我們也分題對不對 分幾個類別來看 事實上可以並行不備的 兩個可以怎麼交錯來用 那現在比如說有些永物資 我們現在還會談到 以後我們可能會有一個課題來談永物 東坡以後會借物來言情的方式 這個是這個我們從後面而會看到 好 我們就 剛才也發了一個講義給大家 我們看東坡的第二個階段 我們農統把東坡分成四個時期 前面是杭州一個剛發任的起端的一個時期 那它的風格成立就是在這個時期 從杭州離開以後到了密州 徐州 叫湖州的一個時間 而事實上湖州的時間很短了 它上年不久就被捕了 但我們把它歸大起來 當然也看得出它整個生涯變化 而事實上集中的就是密州跟徐州 每個地方它待了一陣子 擔任地方的支州 那裡面有一種心情的轉折變化 那在杭州它是一個副官 填詞是剛起步 有當時的一個文化氛圍 有時候的逢長作戲 身不由己 可是來到密州以後 東坡擔任地方的一個首長 裡面沒有所謂的聲色之享受的 那文學而且詞已經完全變成一種 非歌舞作樂的一種文體而已 它完全是一種回歸內在的抒情詩 所以對東坡來講來到密州 一方面忍受一番孤獨寂寞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 在這種孤獨寂寞之中 它的詞就能夠更探索更內在的一個世界 變成更純粹的一種抒情詩的一個書法 完全地排除掉我對外應酬的 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應用的特質 這是我們很值得注意的 因為文體已經變成了 它不需要為長官來寫詞 因為它自己都是長官的 它有寫什麼就寫什麼 所以這個對它來說 這個文體更加內在化 更加抒情性 更它有個人的主觀意識 那是從密州開始的 那我們這話又說了 東坡去密州主要的一目的 是因為他曾經這個機會 想跟他弟弟見面 他真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看弟弟 因為之前他聽到弟弟已經派到去 齊州在濟蘭那個地方 長書記的那個書記官 所以東坡趁三年一調 他覺得是大好時機 請求朝廷讓他去密州 當然對朝廷來說 他說你去密州也無妨 那個地方是很偏僻的地方 你去就去吧 就這樣立刻就批准他回去了 所以東坡就有這個機會 能夠一場所願要跟弟弟見面 當然我們後面都知道了 在密州三年裡面 跟弟弟近在咫尺不遠的地方 來回並不是太難的 但是三年之中 他終究見不了面 到了第二年 東坡就寫了水丟戈頭 堅懷自由 所以人生很多事情是事與願違的 很多的無奈 就這樣的情形下 更激發出東坡的一種更優生的情懷 他的詞的意境就有不一樣的一種表現 那我覺得我們通常也是從杭州 跳到密州去 那現在我呢 人家在談一個階段 一個很短的時間 幾十天而已 東坡如何由杭州到密州的過程 很少人注意這個階段 但是這個階段呢 事實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東坡一直要處理的 那事實上我們從杭州 西林七年這樣過來 我們看到東坡已經有一種 歲月漂浮的感嘆 不斷看到朋友要離別了 長官要離去了 而之後他也接到派令要到東北去 然後呢 之後又聽到了信任的長官 楊元素要被調回京師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東坡已經到三十八三十九歲了 人到四十都會延老 所以東坡就早一兩年了 已經意識到人 人畢竟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體力變差了 頭髮變白了 所以東坡有種 歲月漂浮的感嘆的 越來越深 那我們看到 尤寒富密子 他要處理的 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我把它歸來起來 東坡有寒富密子 有幾個重要的一個內容 一個是寫他行意的苦況 他一個人在冬天 從秋天開始走到冬天 往東北去 那如果你從東北下來也罷了 對不對 但你越走越冷 下雪 而且他本來以為 一局從東北 從杭州出發就回 往密州去的 但沒想到雪煞得太大了 他必須要折返回來再轉道去 所以裡面就很多潑折 天氣特別冷那一年 所以在行意之中很多的苦況 而且東坡也不是說在這邊 一走就一個再興再崩 往東北去的 他中間就經歷過好多地方 長州 潤州 密州等等 那個蘇州等地方 看了很多的舊與新知 也許我猜是東坡一方面想了解 民間的一些狀況 也想充分地去掌握 新政頒布之後的各種的措施 他的利弊得勢 作為他唯一政治參考的 所以東坡沒有立刻快馬加鞭 往東北去 在這邊徘徊了好多天 幾十天 可是你到一個地方去跟那些 以前好朋友 或者一些新交的朋友來往 也許會知道更多的苦況 反而產生更多的心中的憂慮 那我去的東北我怎麼辦 那地方很惡劣 新政有些問題 那地方也不是那麼樣的附屬 那怎麼辦 所以他裡面越走著 步伐就越沉重 不曉得怎麼會迎接 他未來新的一份官職 所以裡面行意的苦況 還有家國的痛感 國家越來越不堪 那裡面很多的爭端 他也無法插手去管 當然 仕途裡面的臣服 聽到很多朋友了 有些人有調官 有些被貶官 我自己也是很不得意的來到東北 不過有注意的是 東坡不是被貶官去了 他是宜官 從一個地方 三年到了 連資也夠了 他就派到去一個地方當執州 因為密州算是一個比較 中下的一個州郡 跟杭州不一樣 杭州是上州 當然通判已經位置不低了 但是只能去到密州 就當支州 但是地位並不太高 但人生的悲涼 就感到油然而生 那這些都是他 在這個旅途裡面 不斷不斷地去表達的一個課題 所以說了 所以東北的途中 先後會見各地 因不滿心法 而補外的咒語心智 一站走個一站 每個人都很多怨嘆 很多不滿 很多無奈 也很知道 不做也不行 但做的話 不曉得怎麼面對老百姓 很艱困的一段路 所以一站過一站 也是課中送課 那種送往迎來的 巨散匆匆的感覺 越來越深 剛才還說了 此生飄蕩 何時些 這裡真的應驗了 不斷地走下去 真的是此生飄蕩 患有飄蕩之感的特隆 那所以我們說了 而且剛剛好 差不多從秋天走到年底 就是年底的話 心情更沉重 一年有將近了 所以歲復飄浮之感了 就更濃烈 所以這個時候 由杭州的密州 它的詞裡面 常常出現兩個字 不是老就是病 那時候東坡才39歲 可是我沒有看到 那麼消沉的蘇東坡 一路走來 十幾首詞 二十首詞裡面 幾乎大量出現了 老跟病兩個字 這麼老病之癱 那是很不尋常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很低沉的 消沉的意態 在東坡文學中 是幾乎是之前 沒出現過的 所以這幾十天來說 對東坡來說 是滿煎熬的 那幾十天 那我們會記得 這個旅程 所以後來這樣的情緒 韻量很高 除了密州不久之後 你看東坡就寫出 江城寺 十年聖時量滿盲 然後之後就寫出 老夫留髮少年狂 再過一年 那是水雕刻頭出來 這都是跟這個課題有關的 你看老夫留髮少年狂 不是也面對老的問題嗎 對不對 他如會有份意志跟老對抗 好 江城寺十年生十年滿盲的 不是嗎 沉滿面病如霜 不是開探人生的老去 無法 也有點愧對前妻的一種哀嘆嗎 所以這些都時 跟這樣的情懷是一併相連的 到那個時候呢 完全就沉澱化為一個悲憤的詞篇 這是有這個前因的 那我們再看的是 東坡在西陵七年九月 然後開始就離開杭州通畔 以泰山博士指使館 就知密州軍州市 那個是一個軍州 他那叫密州之州 九月他下旬就離開杭州北上 經過湖州 蘇州 長州 潤州 揚州 楚州 海州等地 這些地方都是 剛才我們說了 很多舊雨新知都在這邊做官 每個幾乎這些人 都是跟王漢石不合的 來到這邊東南方裡面做事 那東坡就在十二月三日 抵達了密州 在冬天隆冬的時候 抵達密州 你看得越走就越冷 越辛苦 那在這六十多天裡面 你看得東坡寫詩 只有十餘首 東坡基本上是一個 以詩文創作為重的一個詩人 他的詩的數量很多 可是如果我們 單純這幾十天裡面去看的話 詩只有十餘首 而詩卻有二十多首 你可以說在他一生的創作生涯中 這個詩集 填詞的密度 是高過他的詩的 那可見他已經 就習慣了順著 沿著杭州的寫詞的一個習慣 在這個階段 因為牽涉到老病之感 他就不假思索了 大量用詩來傳達出這個消息 在不斷的寫作裡面 當然一方面掌握文體 一方面就是更加被詞的一個情懷 兩個都相應和 那最後就表達出這樣的內容出來 所以這個詩很值得注意的 短短的 中南比如說東坡 後來因為詩文惹禍去到黃州 對不對 可是東坡黃州時候的詩 還是不如他的詩寫得多的 也就是說他死性不改 你說我以詩惹禍嗎 我偏偏有寫詩 對不對 所以可見東坡比如說 詩就是壓抑了不寫 實際上他習慣就是以詩來表達 那是正常的 可是這個階段就很值得注意 為什麼這幾十天裡面 東坡偏偏就是多以詩來表達 那這個是一個很奇特的一個現象 可見詩的一種優怨情懷 跟他當時的心情完全是契合的 他的順理成章就化為詩篇 那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那下面我們先帶大家看幾首 這種充滿這種老病之嘆的一個狀況 不過順便一提就是 剛才談的就是老病之嘆 可是一道東坡快要到密舟的過程中 有兩首詞很值得注意的 東坡當一方面他自己有一種悲感 但是他的理性告訴自己 不能夠沉醉在其中 他有一種自我調適的機制 在這裡面 柔衡覆蜜我認為有兩首詞是很值得注意的 兩首都是長調 用長篇來書寫的 那長篇需要一番思索 必須沉澱裡的詩序 不能我手寫我口的立刻成文 他需要一份理性的安頓 那這個過程裡面是很重要的 讓他來把那個機器的情懷做一個沉澱 然後再做書寫 是一個可以說自我調整自己的 內在情緒的一個方式 兩首詞 一首是慶元春 等一下我們有時間會看到 一首是詠譽樂 兩首都是長調 那東坡角詞詞裡面是難得看到的 一個長篇 那剛好兩首也是兩種風格 一首清元春是寫給他的弟弟的 也是東坡第一次用詞來給他弟弟 東坡也不避諱了 因為他弟弟是他生命的另外一部分 對不對 好像他的監督人一樣 你東坡如果很頹豐 他弟弟會知道 但東坡也不避諱了 用詞告訴他弟弟 那這個很重要 這個過程中 他為什麼想起他的弟弟 為什麼做這樣的詞 那之後我們會談到 這個詞傳承出來的 一種比較熊豪的意態 非常的一種豪壯的意態 也許東坡在這個過程中 他快要跟弟弟見面了 想到跟弟弟見面了 他好像要整肅自己的遺容 也要讓弟弟看到一個 還有熊啾啾的一種壯志的一個蘇東坡 不讓他的弟弟看到已經衰老 毫無異態的一個自己 所以這個透過這個詞裡面 其實東坡是要在調整自己 來迎接他弟弟的一番歷程 透過慶元春來表達 另外一首是其他的好朋友 叫孫仲勇月這個詞 那這個詞叫孫劇元 是他好朋友 孫劇元回到京師去做官 那他用一種比較抒情的清晚的筆法寫出來 而這個值得注意什麼 我可以說 永玉月這個詞是東坡後來水調歌頭的前奏 水調歌頭是寫月亮嘛 對不對 如何看到月亮 因月而生出一種奇想 最後因月而思念他的弟弟 而真正把月亮做一個主體去描寫的 最完整的詞就是永玉月 整首詞圍繞著月光來寫 月光會穿越時空彼此招心的 這個是他水流歌頭之前裡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作品 他做過這份歷練 所以水流歌頭這樣寫出來 我覺得並不偶然 那這首呢風格就比較清晚 剛好也是東坡在杭州以來 面對城鄉洋元素所塑造出來的風格 做了很好的落實了 通過長調來傳達 一首比較熟脈熟豪的 一首呢就比較輕立的 比較婉約的 兩個風格同時具現 那到了密州的時候呢 剛好承舟的兩缺詞 都是江城子 一首呢比較七晚的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一個比較熟脈的 比較豪壯的 就是老婦療化少年化 剛好到最後做很好的具體的呈現 這個作品是這樣一賣而來之 沒有停歇的 風格就逐漸逐漸的加強 那這個是後話了 我們的之後讀到他的作品 你會有更深刻的一個掌握 那下面我們看他這幾句詞 第一首在58頁的《阮南歸》 當然我們看題目 你看東坡已經知道了 題目跟內容會相應的 《阮南歸》當然是等待一個秦南 對不對 《阮南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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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回來 應該講到一個女孩子的角度 等待秦南的回歸 對不對 那作者的《九十》呢 也是配合歌旅來寫的 所以用這個詞牌 來應和他的身份 他的心情 那這裡面東坡你看看 他有一段序文 很長的序文 他說一年三過蘇 這個蘇是蘇州 東坡在一年之中 來經歷過蘇州三遍 他出去巡線一次 他應該是說了 從杭州 那個是從汴京 下來杭州的過程中 他去過蘇州 然後中間呢 他也去過蘇州巡視 那現在呢 又到蘇州去 然後呢 順著蘇州呢 往東北走 所以一年他過了三個蘇州 最後赴密州時 有問這回來不來 那這回應該是下一回的意思的 哎呀你以前都來了 就說哎呀 這回之後 你會不會再回來啊 對不對 就問他 當然這個是個女孩子 問東坡 哎呀難得看到你 一年之中你進過門口三次 我都看到你 這回來不回 你是說 應該是下一回的 本來沒期待的 你最後還會來 應該除了這三次之後 以後還會看到你吧 其色棄藍 但是問題就是 他要知道 東坡這一次不是巡線的 他往東北去 西出陽光無故人 以後能不能再回來 自己心中有數 所以想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顏色就有一點很 很落寞 不知道怎麼說了 但好話是希望你再來了 但自己心中知道 東坡這一次離開之後 可能不會再見面了 那這個地方的太守舟 王貴婦家子 太守呢 當時的蘇州之舟王貴婦呢 就很讚美這個女孩子了 另坐此詞 就是希望東坡寫一首詞來 把它做一個紀錄吧 送給一個女孩子 讓她唱出來 作為一番紀錄 那詞是針對這樣的內容來寫的 當然東坡 這句話不說著也 東坡也很感嘆 你問我來不來 我也知道可能真的無法再跟你們見面 好 這裡面是第一次我們看到東坡 用這樣的詞篇表達心中的一份感嘆的 他說一年三度過蘇臺 青春長世開 家人相問苦相差 這回來不來 情未盡 老先摧 人生真可害 他連桃里阿誰哉 流浪雙鬢甩 你看 你通過他的意象裡面 老先摧 雙鬢甩 一個老的形象出來 可是這個時候東坡寺是39歲 可是他裡面在詞裡面傳達出一種 人生好像已經老不堪用的一種悲攤 不曉得往後怎麼樣 我們很難得看到那麼消沉的蘇東坡的 好 他就如是說了 一年三度過蘇臺 有人說蘇臺就是孤蘇臺在蘇州 意思就是蘇州的意思 為了押韻他先用這個字 到孤蘇臺到蘇州這個地方去 清尊長世開 尊就是九尊嘛 酒杯 當然就是一杯清酒的意思 常常開花也唱飲 在這邊喝酒 老朋友都會款待我 從來不匱乏的 有美酒可喝 那家人也在這邊見過第三回的 相問苦相差 他就問我 一猜測 這回來不來 除了這次之後 你下去會不會再看到你呢 當然大家充滿那種期盼 大家很喜歡蘇東坡 因為他看到他都很高興 他很幽默 所以大家都猜測了 以前一次不覺得怎麼樣 第二次還看到 第三次看到 應該還有第四次吧 所以就這樣問他了 也猜測也許還看到他 但是不說這句話出以則以 一說出來 當然不管是家人也好 這個太守也好 蘇東坡本人也知道 這一次不是那麼簡單 能夠再見面 如果他還在韓州支州的身份的話 也許還會再見面 但畢竟他已經宜關了 去了東北之後 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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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三月 事事兩茫茫 誰知道 人到頭來 到哪裡去 好 這個是前面交代的 寫作的內容 後面呢就是殷景啊 抒情 面對這個東坡是怎麼情懷呢 他沒有回答他 這回來不來 我能夠回答什麼呢 他人說情未盡 回應他了 我情是未盡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想起你 我會回來看你 當然是間接地回應了 但是有的時候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 但是我的情已久未盡 還是可以思念著你們 還希望跟你們見面 那份情未盡 這也是間接回答前面的 所以我們說呢 詞不是截然惡分的 它一定要前後呼應的 所以情未盡 這當然沒有把 正確的答案寫出來 但情未盡已經 間接回答了 如果有機會 我當然希望跟你們見面 那份情未盡 但問題就是 人生雖然情未盡 但是不是我們呢 可以一直一些 蹉跎下去的 關鍵在哪裡呢 老先摧 已經摧出我啊 已經摧老了 我有多少的歲月呢 人生沒幾年歲月 如果人要千年百年的話 那也罷了 我終於有一天會見到你 但問題就是 39 再過49 59 以後人在哪裡 不知道 那個歲月的一種 一個限度 使人無法 無願的 真的會實踐自己的想法的 老先摧出這個 一個關鍵 面對這個 東波也屠乎奈何 能夠說什麼 他說 人生真可嗨 這個讀嗨 喝哀嗨 嗨是 處子裡面 王毅 住 那個嗨就是笑也 處人 為相調笑 越嗨 這就是笑的意思 當然這種 嗨子很有意思 因為呢 也許這個女孩子是南方人吧 她用廚語 告訴她 那個笑的一個 相調笑的一個 一個詞彙 東波就是 用這個 我們很難得看到 東波用這個很難的字 可是當時呢 也許是方言裡面 她還保留著的 她寫著 女孩子 人生真是很可笑 不曉得怎麼樣 可以啊 面對人生的種種了 東波也能用真可笑 來回應生命的 一個種種 人生真是很可笑 不曉得怎麼樣能夠自自我做主 歲月飄浮 情有未盡 那東波也最後給對方說了 他說 他年逃禮阿誰在 流浪雙病衰 他這裡用了 劉宇錫的一個典故 劉宇錫在征元十一年 他就被匾為郎州司馬 去國十年 回到了京城 玄渡冠裡的桃呢 桃花盛開 這個都是他十年後啊 栽種的桃樹 他就很感嘆 同樣的地方 那桃花的見證 這十年的那個京城的變化 但是回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年輕的自己了 所以東波就用了同樣的典故 也許了不久之後 你看桃裡 他連桃裡阿誰在 不曉得了這個地方會不會有緣的 像劉宇錫離開京城之後 有一種新的桃花裡化 在見證時間的變化 但是呢 我如果 我跟劉郎 跟劉宇錫一樣 重回舊地吧 可是我回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 我現在的擁抱了 劉郎雙病衰 雖然你們也許啊 有等待我回來 這種桃裡啊 來希望我回來 看到這樣的美景 但是啊 戴得我歸時啊 人也老了 所以這麼解釋來 你看整個最後呢 那個收尾是很消沉的 我們這樣講過 詞的意境啊 往往就看收尾 你是往上揚的 還是往下沉的 那往往很多人 晚月拜詞人 最後收尾都是比較悲涼 壓抑 尾頓 往內縮的 而東坡的一些好的詞 我們看到那收尾都是呢 往上揚的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圈 也無風雨也無情 都是很開闊的一個寫法 可以早期這詞 我們看到呢 東坡整個意志是消沉的 他沒有指望 沒有一種希望 沒有一種吸氣 整個呢 曉得 眾人能見面又如何 我畢竟也老了 那你們呢 人何在 也不知道 最後那樣的收尾 當然是蠻感傷的 這個是一個起段 但這個情懷的 一直陪伴他的幾十天 老兵之感 根本沒有終止過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第一手 東坡的軟男歸 好 下面我們再看一下 也是醉駱駝 他同樣的這個詞牌 也是駱駝將母乳載酒行 東坡就同樣的這個詞牌 再寫一遍 蘇州昌門留別 昌門呢 在蘇州的一個城裡的 一個蘇州的西門 從西邊通出去的一個門 是人來往都會經過的一個古蹟 他詞這樣寫的 他說 那這首他也是 也是針對女孩子來寫 用不完全從自己的角度 但用女孩子來書寫他自己間接的 一種離別的情懷 當開篇我們看到了 他先寫出他自己的容貌 蒼顏畫法 蒼顏就是永遠超脆 蒼老的永遠 我們看到東坡 39歲而已 已經是這樣了 他給人 他也不會 給人看到的是 蒼老的永遠 而畫法 畫法就是頭髮 黑白夾雜了 除了黑髮 已經叫白髮平身了 黑白香雜 那就是我的容貌 這樣的容貌 這樣的年齡 是什麼呢 故上歸繼 何時絕 那故上就是他的故鄉 一直想 什麼時候才能夠拿定了 回家隱居的主義呢 歸繼 歸繼來襲 歸家的打算 什麼時候決定 當然自己看得出了 都不喜不想走 也覺得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可為的 可是現實是有考慮的 多麼十幾口人 那能夠回家耕種嗎 他說陶淵明這樣嗎 多麼大概學不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政治路上 他不走也不行 當然是公民滿更殊 但是畢竟他也不得不得面對 所以要想這句話也是無賴的 故上歸繼何時絕 什麼可以決定 那在這條路上 如果很多的知音友伴 互相打齊那罷了 可惜舊交新貴 英書絕 一方面舊朋友 大家都自顧不暇了 各自飄散 那些新貴可不用說了 那些首先摧炎富士的人 人情難 冷暖可以知道 他們可能就不會再跟你來往 政治前途 政治的一個主張不一樣 那些新貴可能靠近王安石 新膽的人所謂新貴 被重用的 因為舊交大家都很心酸 被貶官被移官的一大堆 老的老死的死的 大家已經不問朝政了 大家彼此間也很少見的蘇星王法 所以這條路上感到很孤獨的 沒有人去慰問你 沒有人可以來相交 英書絕 人情能暖漸進 所以東北也看得出來 好 家回不了 在同行的路上 也沒有真正會得打氣的知音 大家自顧不暇 有些人根本都不在甩裡 那這些又怎麼辦 走起路來是非常地孤獨寂寞的 好 在這樣的情形下 唯有家人有種殷勤別 東北很感嘆 只會只有這些家人 這些女孩子 他們不為什麼 當然不奇怪 你是長官 他是用錢來帶他表演 他真正是真情流露 還可以很殷勤的為我做這個 來告別我 來送我到蘇州昌門外 東北這首詩留別 東北要走了 劉正一首詩一句詞 送給送別的人 所以這些人是送他到那個昌門的地方去的 他們不辭辛勞 把他從驛站 然後送到蘇州城門外 東北當然很感激 所以有做殷勤別 所以女孩子 他們不為什麼 就是因為喜歡你 崇拜你 尊敬你 把你相忠 對於那些舊交新貴 當然就不可同意而言 好 面對這個東北怎麼回應呢 他說黎庭欲去歌聲夜 好 這想到女孩子 他們在黎庭 離別的驛站裡面 他們快要離去了 可是唱的歌聲不斷的哽咽不移 很慘離去 可是用哽咽的聲音 依舊唱起一些黎歌來 這同樣好像天地也要一起同輩的一般 少少細語良吹甲 細語紛飛 遠處吹來吹在臉頰上 我們說東坡離去的時候 是秋天到冬天之間 風吹啊 一種雜念是非常寒冷的 所以這個不是寫外在 也是心裡面的涼涼的感受 歌聲已經夠企業了 還加上外面的氣候也不佳 消消細語相伴 產生了更欺瞞的一個氣氛 那東坡就吩咐那女孩子 淚就不用裸金衣 你流淚就乾脆流液 流淚吧 液就是把它弄濕 他說你不要用裸金把它擦濕你的淚柱 隨便留下來 不要理它 痰在裸山 用淚水灰灑在你的山上面 你不要用那個裸金把它完全擦乾淨 把它一直揮灑在你的身上 你的裸山上面 幹什麼 圖得歸見識所 留下的內痕 作為我們育後見面的憑證吧 淚水不要壓抑住 儘管留 留在衣衫上面 這就是你對我因情之情的表達 也作為育後我跟你見面的一個憑證 這些就是我最喜愛的那群女孩子 所以這裡寫起來當然東坡自己的情緒 你可想而知 女孩子就勸她這樣 她自己呢 也許也是淚眼婆娑 不曉得如何是好的 那這裡面也是有一種滑 蒼眼滑髮 人都老了 離別的時候一種無賴的一種情感 你看東坡這個時候的情緒是非常 相對是比較脆弱的 不那麼堅強 因為經過三年寒州的歷練 然後往密州去 事實上一方面當然想跟弟弟見面 當去密州能不能把地方治好 帶來人民的幸福 他還是有一些隱憂的 他不知道怎麼治好 所以說密州之後呢 他就大建樓臺 他弟弟立刻為他取名為超然 然後東坡有超然無歪 因為顯見東坡不能超然無歪 這弟弟要點醒他 所以整個心情是很消沉的 這個是另外一首透過女孩子的口吻寫出來 另外他是東坡也跟了一群朋友在這邊相聚 相對的這首詞在藍性朋友之中 之前東坡表達起來還有一種化解之道 還能夠靜下心來欣賞眼前的美景的 這首是在六十四頁到六十六頁之間 一個作品 《彩桑子》 他說在運州 他這個時候迎到了江蘇鎮江的運州 那邊有個甘露寺 有個地方叫多景樓 所以那地方會飽覽了湖光之聖 多景之樓 天下是蘇景也 天下的一個很奇特的景致 就在眼前 他說賈鎮仲東 賈鎮就這一年的 107年的仲東 就是在十一月 余童孫聚元他兩個朋友 一個王正仲一個孫聚元 參會於此 三個人都聚在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時候有個女孩子 談胡琴的 姿色友好很漂亮 三公皆一時與英壽 他自己自捧自己的 我跟孫聚元 跟王正仲 加上我 我們三個人 都是一時的豪傑 而景之壽 祭之妙 正為西域 東坡這個人生 剛才在幾首面對 女孩子的悲切 當然真情流露 所以東坡在男性朋友 就面前 他有另外的姿態 你看那女孩子都不錯 那正是人生的奇遇 飲難難解敬也 喝了酒 將敬之時 聚元寢於餘月 禪霞晚召 非其才也不敬 那這樣的美景 如果不是要像你這樣的奇特之才 怎能夠把它盡情揮灑出來 就命我作詞了 余作此詞 我就在寫了這篇作品 所以這個是命題寫作的 當然在這樣的人群歡樂之中 當然東坡的那一種情懷 相對是比較壓抑住 他試圖又寫了眼前的一種奇才 能看到的奇景出來 可是我們從他開篇知道了 那一種落寞的心情 事實上至始至終都沒有回去 你看他開篇就說了 多情多感 人多病 多景樓中 尊久相逢 樂世回頭 夷笑空 亭碑且聽琵琶雨 四年青龍 醉年春蓉 霞照江天一抹紅 起碼他這首詞 比起前面那兩首詞 就是後面的收尾會比較好 用以警言情 不止直接寫得很悲慾的情懷 比如說流浪雙病衰 他就不會用這個了 起碼人家要你寫前資 最好還是一個好的收尾 來寫出一種人樂在其中 三水與相應的一個美景 好 東坡走 這個地方竟然有多景樓 前面談到不只多景 還有一時的善個好的人才 還有美妙的一個歌跡等等 所以用個多子為文 既然多了東坡走 我們這幾個人 你看看 居在這個地方 他們都不是得意之人 當然不只東坡 還包括孫劇源 還有王正宗 都是因為有跟心法不合來的南方 大家都有同樣的一個情懷 他說了 多情多感 人多病 這是我們這群人 對不對 人是因為多情多感 因多情多感 因此 就回到很多時候 生出很多的病痛來 不許身體還有心理會痛 如果人無情無感 對國家事情自知妄文 那罷了 真為多情多感 以前說 天下之類多感是詩人 那是唐人詩句裡面 那詩人多感 就多了一種人生的一種哀嘆 難免都會要多愁而生病 那是必然的 當然多麼寫這句話 也不存在自己 他也可能跟孫劇源 大家聊起來都一樣 大家最近身體都不很好 心情很癒足 所以引起寫出 多情多感 人多病 那個多子 扣合了他們這幾個人 多情多感 是詩人的氣質 也是多病的一個原因 因為這個 差好我們這群人都在一起 也可以彼此打氣吧 無聲慰藉 多景樓中 我們通通都慰藉在一起的 所以剛剛死的時候 心情不好的 所以難得有個歌技來表演不錯 美景會讓我們疏憂解分一番 因此遵就相逢 我們難得在這邊 這幾個人 因為多情多感多病 來到這個多景樓中 我們就有這份祭遇 在遵就相逢這期 可是想想看 樂事回頭 疑笑空 大家回到放到那個 在記者詞裡面 下面編連中間的一段話 它是與李公哲書的一段話 他說了 此行天性了 記得與老兄 有途中的與 晚夫鄭重聚員相會 應該是接近朋友了 他說老天給我這趟流淚的話 也是很幸運的 我平安走到運州來 跟你這些幾個朋友相會 可是他說了 所致這座屬於巨隱孝樂 他們都忘我了 難得相會 本來一個人走起來很寂寞的 突然路途中 剛好每個都三點一掉 通通都匯集在一起 所以每個人一看到一起的時候 他們幾天下來 每個人都聚飲孝樂 東坡是不大喝酒的 實在那個時候受不了了 對不對 跟朋友來了 大家都很激烈的去喝酒 去循荒作樂 實在後面收尾說 人生如此有幾 人生能得幾回跟朋友在這個路上相伏 做這種歡樂之事呢 未知他日能復既此否 不曉得以後 能不能有這樣的食欲了 跟你們再在一起 所以這封書寫起來是蠻感傷 一方面很感激老天呢 讓他有機會 在路中跟這些朋友重逢 但是問題就是不重逢罷了 因為重逢也想到未來 以後各山西東 日本悲痛會越深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東坡寫了這個句子 實際上跟那個信函 內容寫相對的 樂事回頭一笑空 一方面感到相逢是不錯的 但一方面他感到 人生的歡樂是短暫的 如此樂事回頭一笑轉眼成空 一切都是短暫的 你真的是永恆嗎 誰能說 難得知會 可是東坡也了解到 這個到頭來都是一個空亡之事 你看東坡也是消極的 只有上篇的時候我們看到 當然也許在剛開始 東坡也是帶著一直以來的 老病之感來到這些地方 然後跟朋友相聚的時候 談來談去也許是這個 所以在前篇的 上篇寫的內容裡面 也不外乎這樣的內容 有寫到樂事回頭一笑空 寫得蠻悲傷的 好 人生樂事短暫衝促 回頭的時候再想想這一切 原來是一切都轉空 都是成空 沒不真實的 但是東坡想到了 哎呀這個詞 是孫劇源拜託他的 禪殺晚召 都不能不把今天的 能夠欣賞的美樂的事情 記錄下來吧 作為日後的 縱然在成空之餘 還有一點點 似乎是淡薄的 微妙的一種歡樂 留在文字裡面 所以東坡就自己打起精神來 不要這些都空忙吧 還有一點點的美好記憶 作為我們日後的一個 回憶的憑藉吧 所以下面呢 東坡就打起精神來了 好 那也不能夠永遠都是 那麼哀傷啊 既然朋友相邀了 要寫這個詞了 因此他說啊 停杯且聽琵琶語 剛才這樣的心情 現在呢 好 就不要再糾纏在一種 多醜多餅的 郁悶的心情裡面 我們呢 就放下心來 把杯子停下來 不然直接喝酒 接酒 嬌醜 聽聽看 眼前那個妙計 所談的琵琶 那琵琶在雨上 穿出來的一種心聲吧 就在一叉呢 中坡呢 好像呢 聽到一種呢 會打動他心情的聲音 讓他的心情可以平復下來 而且仔細看他的動作 細臉輕柔 他如何壓著那個琴弦 如何拨弄那個弦 細臉輕柔 很細巧的手 把琵琶弦裡面 不斷地按著 調拨著 那些兩個動作 所以動波就是呢 已經淡忘了眼前的一切 全心全力 聽那個女孩子的樂音 就在一種專心的聽樂音裡面呢 動波的心情慢慢的平靜下來 就看到什麼 所以臉春蓉 女孩子的容貌呢 喝了酒 充滿一種呢 泛紅的顏色 醉臉春蓉 當然就是呢 融融的春意 他陶醉是其中的 而背後呢 好像跟女孩子的臉色 是一樣的是什麼 因為呢 霞照將天 一抹紅 天也涂上一點點的紅色 一種女孩子喝了酒啊 泛得融融的春意一樣 人與天混合在一起 那這是很妙的 對不對 好像兩篇不相干的詞 但是都是 我們看得出這個心情變化 本來喝酒交手 這個心情一直在 可是當你覺得 不要老是在這個氛圍當中 讓自己靜下來 才注意到一個月陰 就是月陰的陶冶之下 整個心情就不一樣了 看到了一種真正的美景出來 一方面先看到女孩子的 喝了酒 泛著紅衣的融融春色 在臉蛋上面 那個背景呢 又跟他相應的 霞照將天一抹紅 那玫瑰色的晚霞 仰紅了半邊的天空 也仰紅了半邊的江水 到這個時候呢 醉臉 晚霞 江水 澆上輝映 整個人都陶醉在 如此美好的景色當中 似乎就忘憂了 整個職種就這樣轉著 當然你看到 都東坡的一番努力的 這個孫居元這樣請託了 那我們就先灑落這份悲情 好好去欣賞音樂 看看美景吧 這個東坡當然 還沒有一個更好的 一個透霧的方式 可是往後東坡 在一些哀怨悲仇之中 他能夠真的尋找生命的安頓 在哪裡 都在自然當中 這個時候我們看了 東坡還有一種人為的造作 還沒有那麼自然 可是以後你看到的 從水雕歌頭 念乳教 一直敘述下來 人如果真的 又或者生命的施放安頓 唯有是跟天地和諧 重回自然之中 才是一個比較容易 疏解個人煩憂的方式 這條路已經有個端離了 但是還沒完全的很自然的流露 可是這樣的方式 在東坡的生涯裡面 事實上是埋上很好的一個基因 往後的發展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這個是另外一首 那我們再看一首 我們在最後再看它另外的雀詞 就是這首醉駱駝 它又用同樣的指牌 你看我們一直讀下來 它是同樣的那種情懷 一直沒有終止過的 那接手的時候 剛好也在路上碰到 也即將返回京師任官的 它的長官楊元素 這在你們的書本的67到68頁 最落痛 細上呈楊元素 它實際上寫的 它說分細如作 人生到處平漂泊 偶然相聚還理所 多病多愁 虛性重來錯 尊前一笑羞辭卻 天涯同是山淪落 故山猶父平生月 希望而眉 長線歸非河 楊元素是跟他同鄉 所以跟他提他朋友 他不會談到自己的鄉愁 收對故人思故國 在別人裡面鄉愁 鄉愁會出景鄉愁 也會惹入別人不好 但是跟楊元素大家同鄉 他就不另地表達了 他就很真實 真正表達出 既然人生漂泊了 能不能尋回 重回自己的一個家鄉 獲得一個穩定的生活 也許楊元素也是同樣的感嘆 兩個就談起一番來的 他說分細如作 分細就分手的意思 分離 本來攜手攜手就分細就分離 好像昨天一樣 歷歷如作 那個事情發生不多久 但是他非常的清楚 分細如作 人生到處 平漂泊 那人生到處 好像扶貧一樣的到處 隨風飄蕩 這個也是延續他前面 此生飄蕩何時些的一個用法了 那再次又不是說了 偶然相聚 還離所 離所是離群所居 就分手的意思 偶然相聚 轉眼之間 又兩個走了分離所居 各在天一夷 那難怪在這樣的一種 分分合合 到處飆蕩 無法歸 多病多醜 你看我們說老病之感 前面老的談得多 這也是病的對不對 難怪裡面 心裡面生病 身體也不舒服 多 因為源於多醜 太多的擔憂 顧慮 多醜 原因什麼 因為多情 所以後來東波說了 多情因效我 早生化法是有原因的 就因為多情而多醜 一多醜就生病了 多病多醜 雖性 虛性從來錯 所以這些走過來 反省從前 好生的感受 一切的好生都走不對了 都不勝理想 走來走對走到很多冤枉路 都沒有做對事 沒有一個是正確的 選來選去都選錯了 雖性從來錯 王回有一句詩家說的 他說人生過處唯存悔 人生久過的地方 過處 久過的地方 唯有保留什麼 唯存悔 就是後悔 悔意 人生好像都沒有走過自己的順心的事情 每一走一步 回頭看都是後悔不已的 一走東波所說了 虛性從來錯 都走錯了 都不正確了 都選錯了 無法得到自己的安慮這事 那王回也繼續說了 知識真實 指一疑 知識增加的時候 真實 指就是最重要嗎 一疑一也是增加疑問 知識無法法解決的 知識增加更多的疑問 你以為讀書可以解決心理的煩憂嗎 結果呢 閱讀書得得越多 煩憂越多 更增加人生的疑慮 這王國也很悲觀 對不對 人生過處為存毀 知識真實 指一疑 你看到後面兩句 這個詩句 知識真實指一疑 有很多意義的印象 好像咬牙切起 感覺真實無用 讀書有什麼用 解決不了人生的難題 知識真實指一疑 好 葉東波繼續從來錯 那現在呢 能相逢也不錯了 尊前一笑修辭卻 既然能夠相逢了 我們在眼前喝酒 一笑致致 什麼都不理了 不要推辭 再以推辭 因為呢 天涯同是商淪落 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既然那邊喝酒 孤山打氣 感嘆人生淪落之事吧 那想起我們呢 有一份盟約的 孤山由父平生約 這是由父平生的孤山之約 我們還 辜負自己 能夠歸去自己 孤山的那份盟約 之前他不是跟他朋友 跟他洋芸談過嗎 和與共產民稅了 還鄉的 這份盟約 我們還現在還辜負他 所以現在呢 看到了 希望而美 往西看 看到而美山 長線歸妃和 多麼羨慕 歸妃的紅和 紅和那個白和 能夠自由飛上 能夠超脫我們的帆去 回到自由 回到自己的家鄉 那長線歸妃和 我們用了 神仙傳的一個典故 我覺得這裡面可能用的是 丁令威的故事 在《壽神后記》裡面 記錄了有個人的丁令威 他是遼東人 學道於領虛山 後來發賀歸寮 及成門華表著 他是化賀 因為他是遼東人 最後呢 回到遼東去 才是歸妃賀 回到故山 跟這個蘇仙公的典故 實際上並不相同的 作者認為蘇仙公跟曾東波姓蘇一樣 用這個典故 但是這個典故是批典 很少用到這個 反而丁令威 駕賀西歸才是長典 我覺得用這個典故 也許解釋會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駕賀回故鄉 跟東波所用的意思是相同的 大家可以把它記下來 不管是跟朋友相聚 個人跟歌旅之間的對打 東波都很清楚流露出 他自己自己生病有老邁的一種意態 可是不能夠都一直見下去 東波是滿自覺的 但他的步履 越來越離開蘇杭這一帶 往東北去的時候 意思是說 他越來越接近他的弟弟了 東波將要用什麼樣的面貌 來跟他弟弟招惠呢 因為你很在乎一個人 你當然希望自己能夠 容光煥發 不要讓對方感覺你摔腿 而憂心的 因為我們回家一樣 對不對 我們希望能夠把自己 帶著笑容回家 所以東波在這個過程中 需要一番調整 那下面這首《青元春》 就表達東波了 如何梳理這份情緒的一個歷程 這個詞 大家可以看 他就是用《青元春》 一個比較長篇的詞來表達 我們真的用詞叫長調 長調跟剛才那些短篇的小令 在手法上有個不同的 用小令的寫法會用詩一半點到為止 遺景與深情 用的比較含蓄的委婉的方式 但長調不是 長調需要一個蓄式結構 需要鋪排 你又把你的要講的事情 前因後果脈絡 很有層次的 也滿有邏輯的把它鋪述出來 所以你長調需要一番功夫 需要一番思辨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填字的時候 你的心情會比較沉澱下來 你不能很快手把它寫完 你必須要經過一番的情節安排 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寫作 你就會不自覺就會把自己的情思 做一番的一份審思 然後重新的調整 那東波就透過這個 來跟弟弟對話 而且也看得出東波的一番努力 他想改變剛才那種老病的一種感嘆 用一種比較有光煥發的 有精神的一態 來踐踏親愛的弟弟 那是東波的一番努力 這個詞詞在東波的轉折過程中 是很重要的 他寫的詞詞 赴密州造型 馬上記自由 你看他已經快要想到 他就跟弟弟見面了 他已經要開始整理自己的心情了 而且是造型 過去想溫亭雲說了 姬身茅墊月人姬板橋霜 造型對很多人來說 出門在外是很痛苦的 姬身茅墊月 那是溫亭雲的詩句 有姬身的名叫 茅墊在茅屋方面 而且一輪明月當頭 人姬在人走的路上 板橋霜 走到木板路到處霜雪 東波走起來就是加坡的那條路 他也一大早出發 因為時間已經有點耽擱了 如果再往上去的話 隆東真的不好走 這句詞就寫在 西陵七年的十一月的下旬 因此隆東之時 東波本來打算要到先去齊州 探望久別的弟弟 他先不叫密州 先繞道去齊州看弟弟 然後再赴他的任所密州 如果這條路 當時不是天氣惡劣的話 東波本來可以如願的 先去齊州 再繞去他上班的地方 他沒想到 當時河到洞河 這個河水都已經凝固了 無法通行 那大雪紛飛 所以東波無法如願 只能折返 回到海州在北上 因此他就無法直接去齊州 必須要先到密州去 所以錯過一次 跟弟弟見面的機會 那這個 這首詞叫是 傅密圖中的一個早上 東波就做了這個詞 寄給自由了 他已經知道 也許無法很快跟弟弟見面 為了安慰弟弟 先填一詞 先送給他弟弟 告訴他的心情 那在用詞來寫 就送給弟弟 本身是很有意思的 本來對於一般的文人來想 填歌詞的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壯腹不為也 東波跟他弟弟在四川長大 而爸爸比較嚴肅 從小到大沒有歌樂之事 那你說了 這個時候東波說送給弟弟一句詞 我不曉得弟弟看到的時候 什麼想法 哥哥 王物上智 居然填起詞來 怎麼會這樣呢 對不對 但是看得出東波那個時候 已經對詞有一般的體驗 他不認為是一般的歌詞 他也很真實地告訴他弟弟 我也填起詞來 可是我賦予他的心的生命 我用這樣的真誠的語言 向你溝通 向你表白 可是在這個交給他弟弟的過程中 你看得多東波已經不自覺 已經把詞變成他認為 很認可的一種抒情詞 沒有什麼可避諱的 人家渺小 鄙視他 那是人家的事 我不因他而小 而反而是更能夠 抒發出我真正的情意的一種問題 我相信弟弟應該能夠了解 就在這個選擇問題裡面 看得東波了 也許他認為這個詞 這樣的長短句 更能夠深切具體表達他的心情吧 他就用這個問題送給弟弟 好我們看看他怎麼寫 他說 這顧管登清了野殿雞毫 旅整夢殘 見月華收斂陳雙耿耿 雲山痴井 交路團團 勢路無窮 勞生有限 賜此區區 長顯歡 唯淫罢 憑真案無語 往事前端 當時共克長安 四二路出來居少年 由筆頭千字 松中萬軍 至君遙順 此事何難 用舍由時 行長載我 袖手何處何方 閒處看 身長見 但悠悠足睡 且鬥尊且 這詞上片事實上呢 寫起來是蠻感傷的 整個調度一種 一種 走著天后的影響 一直走起來 混混沉沉 而且往事千端 整個心緒是很不好的 可是上面呢 想起他弟弟 想起往昱的時候呢 整個異態都不一樣了 他轉為一種 比較豪邁的一個筆調 轉變一種筆觸 這史東坡了 整個長調裡面的 一個心情的轉折變化 那上片呢就寫了 冬日早晨了 離開旅館 踏上征途 所見所感 裡面充滿一種很 很淒親的 苦悶的氣氛 所以我們看他寫了 當然最重要是 引申住了 人生的一種感嘆 那些景 那些情 都是源於 對人生的一份感嘆而來的 那我們看他前面上去的 孤館登青 野殿季豪 旅逞夢殘 如果按照一個秩序 應該是呢 在這邊睡覺 聽到姬明了 那夢醒過後 才看到了眼前的燈呢 已經快點完了 很多時候偏偏倒過來 但那強調是什麼 如果你把三個字 三句話平列過來 每句話的第一個字 它強調這幾個字 孤館的孤 野殿的野 旅枕的旅 看到人生在旅途裡面的一種 淒涼的一種礦位 在野外 不是一個繁華的都市 這個旅館 人生如逆旅 然後我意識行人 一個孤單的一個旅館裡面 所以長調的就是 在早行裡面的 一種孤獨淒親的感覺 他就說了 什麼早呢 因為既然是早上要出行 他就把那個早子點出來 而且那個早是有時間變化了 當我起床之後 騎上馬 一步一步走下來 早上逐漸逐漸到比較晚一點時間 那這種鋪序就把這個歷程很清楚呈現出來 我們跟著東坡的馬背一邊一邊走進去 時間跟著他的前進逐漸變化 所以是長調必須有這種技巧的 如實地把你的 在這個時間的一個轉變過程中 把那個景色一個一個很真實地描繪出來 這個是剛出發前裡面 他在旅館的稍作休息還沒出發的情形 怎麼找呢 在孤寂的旅館被姬名聲吵醒了 空於殘夢 殘夢至今見到旅館裡面的點著很輕盈的燈光 已經不紅了 已經青色快要點完了 那作者就用了三個字 孤 也 旅 來修飾每一句之前面 當然不只寫出了旅途中七身荒春 他長調作者 作客在荒涼楚景中的一種孤苦的心情 他長調這幾個字 你看一個孤單的 一個在旅途上面的 一個野外的地方 你看那種淒涼的狂威 我們看東坡後來的詞很少這樣寫的 外境就是心境的投射 他那種孤單悲苦的心情 就投射在他邪景的取材方面 他就長掉這三字 好 剛才說了 那在旅途裡面對於一般人來說 東日早行是個苦菜式 好 現在東坡就跟著我們 帶著我們走了 下面有一個字 一個箭字 這個箭字在長調裡面的一種技巧 我們稱這種技巧 就是用一種所謂領字 一個字帶領下面的一串句子 那所謂的領字或者領調字 很多時候就會用去聲虛詞來帶領的 一個箭你看 我用去聲就是 大部分我們國語的第四聲 比較有力的很響亮的一個聲音 正 見 望這些東西 什麼叫虛詞 虛詞就是非名詞 名詞叫實詞 一個字一個字很準確的 叫實詞 名詞相符 所以名詞就叫實詞 非名詞就是虛詞 虛詞可以是動詞 形容詞 介系詞 副詞 所以這個箭字 就用這個副詞來做用法 一個箭字就帶領幾句話 所以這個句子上什麼呢 他說 箭月華收斂 乘山滾滾 雲山吃井 照路團團 帶著這四句 如果你回到原來的句子 他告訴你什麼 月華箭收斂 乘霜梗耿 雲山箭吃井 照路團團團 一切都在變化 那個箭字告訴你了 時間在變化當中 什麼變化呢 就是跟著他的馬 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時候 時間就逐漸逐漸的 在空間變化的過程中 時間就不斷推移了 他把那個時間的因素 點過來 讓我們注意了 時間在變化當中 那種長丟的手法 一個在掃令很少用到的 但作者就很清楚 把那個排列出來 要我們跟他走一趟 找形之旅了 我們一開始要注意什麼 時間在變化 見什麼呢 一個月華收斂 月華的月光 煉就是一支結白的絲綢 那這裡形容了 皎洁的月色 月華收斂 月光 意思是說 月色漸漸收起 皎洁的光芒了 好像把那個絲綢收起來 意思就是呢 天亮了 月光不明亮 明耀了 就月華收斂 好 一個劍子 帶出這個 這樣的一個意態出來 那我們跟著他走了 那現在他騎在馬上 先從遠處看 看到了 月光已經沒有 那個光芒了 收起他了 如絲綢般的 一些光芒 然後一路走來 那 陳霜梗梗 再往下面看 早上的霜石 很明亮 耿耿 耿耿的是明亮的樣子 那 一種微明 當然不是亮得很 只微微亮起來 成霜耿耿 但是這個是有因果關係的 我們說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如果在深夜的時候 月光高照 上面白白的一片 那時候你分不清楚 下面是月光還是霜 因為明月如霜嘛 對不對 但如果當月華收斂 月光不亮的時候 你才看到 原來下面才是雪 才是霜雪 不是月光的投影 才看到什麼 成霜耿耿 所以桌子寫起來 是很真實的反應 但沒有月光的照耀之下 原來下面真的是一大片霜 很微明的霜 就鋪在地面上 所以才發現 原來大地上只鋪著一層 很明鏡的霜雪 陪伴自己前進的 當月光暗淡之時 你就可以意識到 好 這是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現在你要注意 東波是騎著馬上 而馬不斷地高低起伏 往前看 往後看 然後高低變化 這個景就稱這個高低呈現出來的 好 再往遠處看 雲山痴景 那裡叫痴 痴就是要鋪展展開 叫做鋪 那就說了 雲彩流繞的山色 就好像 書展開的織景一樣 好像一個織布 把它鋪在天邊 叫做痴景 那早上起來 天色為名了 走在往遠處看 破曉時分了 雲霞流繞的遠山 然後漸漸的 叫好山呢 給天邊鋪展了 一個美麗的景段 是它蠻美的 大片鋪在天邊 而下面呢 你看一個圓 一個鏡 你看馬背嗎 往高往低 下面呢 照露團團 團團呢 就形容露水盛多 這個團子 有時候寫成了另外的團子 水之旁一個團 就照露很多的樣子 早上的露水呢 就越積越多了 因為天氣從冷慢慢 天氣慢慢暖了 就變成了化為露水了 那所以 越行越遠 時間呢 跟著不同的運作 然後呢 遠近的景呢 就在撫養之間 雌人的思緒 就跟著 不斷地翻動的 但從它帶來的一個景色 一個從月華 讀霜 當然都是眼前的 冬天的景 開始呢 它主要雲 還有照露團團 我們開始想到了 對不對 人生如照露 對不對 或者呢 雲的聚合 代表人的離離散散 其實都會勾起很多的 像類似的情思的 人的聚散離合 如雲一般 人的生命 如照露一樣的 最美麗又短暫 這就會引起很多的 一個思緒 等著選這些 這些 這些物態 有它的作用 這個是後面呢 引來的情思的 關聯性的 這是後面 鋪陳出來的 好 這邊不斷走不斷地 裡面呢 它就說 世路無窮 勞生有限 所以從 雲山吃井 照露團團 引來世路勞生 當然有它的關聯性的 我們剛才想過了 人生如循雲一般 很難呢 都靈定不動的 雲的聚合 如同人的離山 那照露團團 更形容人生的 一種 那種虛幻 所以這裡面 帶來後面的 一種生命感 當然有它的 一個關聯性 這是自然過來的 好 那說了 雲山淼淼 好像是看不進的旅途了 而照露團團呢 就好像虛幻不實的 短暫人生一般 當太陽出來 那個露水就被蒸發了 不是只有我們人生的短暫一般嗎 所以引來上面的一個感嘆 他說了 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窮的一種功名 那他說 在這樣的執迷不悟 自然辛苦勞累 難怪總是缺少的歡樂的 只指區區長顯寬 那個區區就是辛苦的意思 在這樣的很辛苦 難怪很少歡樂 那他說 人生的路很無窮 但是我們生命有限 用有限的生命 去走無窮的路 籌取了一種很虛妄的一種功名 不是很枉然嗎 難怪就是一直很辛勞 很少歡樂 這就是他很悲淡的事情 所有的老病之感 都源於這樣的一種 無目的的追求而得來的 所以他說 唯淫罷 一邊走 一邊看著雲 看著照路 一邊想起人生的追求的虛妄感 但是一邊淫嘆 算了算了不要再想 唯淫罷 因為越想越悲傷 他就想起他的弟弟來 就不能夠老實地掉入悲傷的仇誠當中 所以憑真暗無語 因此 低聲淫嘆之後 他倚在馬背上沉默不語 境在不言中 你就是用無語來壓一份情勢 不要老實在宣洩過多的一種悲嘆 然後 隱藏著這份悲哀 靠著馬鞍 然後默默無語 可是中央無語 就是 往事千端 那千頭萬事的往事 不斷在心裏面就翻腾了 心情實在難以平靜 這就帶出沙騙來的 既然往事千端 那麼多往事千端中 他有了聚焦 在寫出他心中 現在最想跟弟弟說的話來 往事很多種 在往事的醉意當中 作者回憶的是當年和弟弟書冊 來到汴京應考時候的情況 作者先找到了 好了 你說事路無窮勞生有限 我們的啟發點在哪裡 就是出來做考試 如果沒有考試 一直就聊了 沒有後面的故事 就是源於我們出來考試 但考試本身沒錯的 我們就為了要成全自己 也不要辜負父母的期待 所以我們才願意主動的去參與考試 要把這個精神重新換起來 我們的初衷在哪裡 所以作者在往事千端裡面 他不那麼分雜的 在那邊哀嘆 我們找回我們之前的 出來的那份用心 希望永遠保住這份熱忱 這種是他後面聚焦的地方 也是希望透過跟弟弟的那種通信 喚起大家的共同那份記憶 只有這條路沒有錯的 都是絕對的正確的 那人生走起來也不是枉然的 有它的意義的 這個就是作者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冷靜思考過唯一的出路 好 後面前寫起來整個意氣就不一樣了 他站著往事千端 好了千端萬事先把那些割下來 回到最初的那一點 那一點很重要 因為是他最風光最美好的那種歲月 為什麼幾年下來就忘掉這份初衷呢 所以他說了 當時共克長安 四二路出來居少年 你看整個意態的不一樣了 剛才還整個很低沉 但是換這一份意志的時候 都不少氣昂昂的 會告訴弟弟我沒變 我還跟以前一樣的 我們共同努力吧 從正面去思考人生 沒有那麼多負面情勢 那就是他要跟弟弟 換解弟弟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的 好 那當時什麼事情呢 在宋仁中加油元年的1056年 兩兄弟隨著父親出京考試 那第二年東坡22歲 弟弟十九歲 同時考上進士 那當時啊 兄弟年名重版 明動今世 而且兩個成績都考得很好 那這樣的情形呢 就像誰呢 就當年的二路 陸基跟陸雲 陸基啊 跟陸雲啊 當時也是很年輕 陸基大概20歲 陸雲才16歲 兩個更年輕 20跟16歲 兩個人呢 也是呢 到當時的一個首都 洛陽去 當時不去考試 總是洛陽指揮的 因為兩個人了 對不對 他們文章寫得很好 對不對 去洛陽帶著他們的一大卷文章去 那碰到當時的學者叫張華 就相當器重他們 稱他們為惡陸 那這點有點像什麼呢 東坡他們兩兄弟碰到歐陽修了 歐陽修辦的一個呢 一個伯樂 知道這兩個兄弟 來排舉他們 提拔他們 所以他們兩個人啊 這樣的情形 就如同陸基陸雲 當年共同到洛陽的情況很相似 不但年齡相仿 而且兩個人呢 都深受 當時文壇祭酒之氣重 都一樣的 陸基陸雲得張華之氣重 他們得歐陽修的氣重 不是都一樣嗎 所以他們寫起來 哇整個意氣都不一樣了 是二路出來居少年 好他們也不啊 往人家這樣的抬舉他 推崇他們 而且他們當時呢 也秉持了這份信念的 他說 有筆頭千字 雄中萬卷 至君謠順 此事何難 推崇了杜甫啊 至君謠順上啊 在此風竹淳 那兩個當時啊 兩個人呢都認為啊 很有一份自信 憑藉他們的淵博學士 還有敏捷的才師 並能夠扶助君王啊 達到搖順的那個境界 所謂此事何難 可見當時的瑞奇 有什麼難的 你看當時我們多厲害 可是呢 曾幾何時 22歲東坡 現在39歲 17年後 兩個人不一樣的 此事何難 現在想起來真的很難 哪來那麼容易 可當時就是那樣的一切風法 認為呢 不可一世 當時呢 相對於今天呢 離開京師有三年 其實奔破在密宙的途中 不但至君謠順的理想 這樣落空啊 而且兩兄弟呢 也因為輾轉流患 而不得相見 回想當時對照境遇啊 當然生了很多的人生的感嘆 好 這是一回事 但起碼東坡喚起那份精神 本來因為不難的 所以也不能夠啊 事實上無然是只怕有信仰 現在也不能因為呢 現在偶爾有些障礙 就以為就不要做這件事情了 對不對 這個東西還是要記得的 當時我們有這份用心 當然呢 少不更是 以為呢 做事就是憑一般 一般的意志會達成 沒想到 需要更多的協調 更多的配合的 好 後來東坡就想到了 喚起那個 當年的記憶在感嘆之餘呢 東坡啊 就呢 體會到一種自處的態度 他說了 用捨有實 用就是啊 被任用 與否 用捨被捨棄 用不用 你 有實就是啊 有外在的實事啊 來安排的 意思是說 你出事不出事 至於呢 行藏在我 行就是 往來行事 藏就是退隱嘛 藏起來 那至於出事不出事呢 就可以由自己來決定的 有時候你不能夠完全說 啊 身不由己 但是看你要不要啊 桃月明明做得到嗎 行 所謂的行藏在我 他有藏就藏了 就不出來 可是我們 你不能說 我現在運探什麼的 你為了養家 你出來做事 那是理所當然的 你可以不養啊 那就可以做 藏的抉擇嘛 所以你不能完全的 違住於實事 外在的命運的 有一時候 也要看看你自己做了什麼抉擇 行藏在我 那 因此呢 有些時候呢 又採取這種態度了 授手何妨 閒處看 現在我們也不能完全退隱 可是有些事情 也不能到我們 勞心的一個階段的話 就任由他們外面的人去做 我們只能授手在一旁 等待實際吧 何妨我們就授手在一旁 不要那麼樣的 再變得煎熬了 這樣的主流的意思 不是我們能夠配合的 那我們先站在旁邊 保持我們的 基本的狀態 那就好了 授手何處 閒處看 好 我們的 難道不能自我做主嗎 都不以為啊 出不出來可以有自己決定 心情可以稍作調整的 不要整個身心 都陷入這種憂愁苦悶之中 有些時候不妨呢 閒下來 做個盤觀者 這樣呢 一來 人就能夠從生活的直告裡面 得到解脫了 現在不需要你費心的地方 你就做好你本分的事就好了 閒處看 心情就會擴大得多 至於閒傻的時候 做什麼好呢 如何自處呢 他說要生長見 我們先保 保養好自己 等待時機啊 對不對 但因為人長久不許同樣的說法嗎 要生長見 不能這個呢 腿腿眉上至 多愁多病 害到自己以後有機會都沒辦法用了 所以要生長見 但又有足睡 好 而且呢 身體健壯之後呢 終極一生呢 也可以呢 悠閒度日 且能夠呢 且鬥尊前 在呢 走尊之前互相鬥久 我們可以這樣呢 也許都一生都無法重用了 我們只做個閒關也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這樣地度過我們的余年 在酒尊之前互相喝酒拼酒 也無妨的 這是他告訴他弟弟的 採取另外的一種啊 冷處理的方式 不然一頭熱 在這個火熱之中啊 你自己會燙傷的 和火不見 就採取比較冷的處理方式 所以這個是看得出了 東波西手持當然表面上是相當瀟灑 你告訴他弟弟 他應該有做一番的處理了 但是 男人呢 心中那種啊 壯志難愁的 失落之感 尤其寫道 此事何難 功成名稅之事 東波當然也滿感傷的 但現在能做的 就只能夠保護著自己 你不要再給人抓的把柄 也不能夠整個栽進去 做一個無謂的抗爭 害了自己 那這個詞的意義就在呢 東波第一用了長調 而且裡面呢 有敘事有議論 把那個詞的一種 本來的書籍的問題 做一番的處理 而且透過兄弟之間的情感的表達 東波啊 也梳理了積極的一份情志 那從這裡會注意到 只有東波情感有些創傷 悲慾的時候 當他寫詞或者寫詩 有寫給他弟弟的時候 東波會做一番的一種約制 有一種理性的機制做調整的 如果他愛護他弟弟 就不能夠渲染悲情 來讓他弟弟同樣感受到很悲哀 他有責任把弟弟要帶出來 所以除非他不寫 只要寫給他弟弟 或者弟弟寫給他 兩個人都是呢 一陣一反的 一個悲哀 另外一個 會把半年比較積極的角色 來安慰對方 所以兩兄弟就達到一種平衡的 拉拔的調和的作用 所以在東波詞裡面呢 我們看到以後讀到很多 跟兄弟之間的往來的詞 都看到東波了 不完全承認的情感 都之中了在寫作 往往他做了一份理性的安頓 後面的水雕各道就很好的代表了 當他想到 轉諸葛低企護照無眠 人生悲哀的時候 轉了一想不能這樣啊 只能告訴他弟弟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久 只能這樣安慰對方 不只只要我思念你你思念 月亮就是最好的代表了 縱然不能相見 月亮就是最好的 人間情愛的見證 這給東波了跟弟弟的互動關係 這個在他的作品裡面呢 扮演相當重要的一個作用的 所以說呢 清元春季首詞啊 文筆揮灑 鋪絲描寫議論交錯運用 始終直輸他的送金懷抱 那東波往密州去 與弟弟見面 彷彿他又重回了一種意志的道路 因為弟弟就在這邊等候他 弟弟兩個人相約要為國家做事 要積極用事的 因此呢 這份盟約東波絕不能違背 所以東波試圖呢 在這個過程中 喚起這個想法 意思就是要提振自己 不要把情感一直往下墜 老是糾結在老病之嘆的當中 這個詞 對東波來說 就是有這種的自我調整的 一番作用的 那大家可以啊 記得這樣點 那下面呢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來看另外一首長調 那詞排名不要讀錯 叫永遇樂 不是永遇樂 因為它是一個樂章樂調 跟音樂有關的 一個樂章 章節 所以清平樂 永遇樂 都是跟音樂單位一些有關 那這裡面呢 這首詞啊需要一個解釋 就是他前面的一大片的一個序言 他說孫劇源以8月15日離海州 坐別於錦書樓上 既而於余會於潤州之楚州乃別 余於十一月十五日之海州 余太守會於錦書樓上 坐此詞以祭俱圓 東波走的一圈很奇怪 那我們剛才說了 東波本來是想往北 立刻去齊州的 但是呢 那個河道下雪就不暢通了 他的折返就回到海州 那這個就是寫這段歷程了 他說他有個好朋友的孫劇源 孫劇源原名叫孫朱 孫朱啊是揚州人 南方的人 他還沒到二十歲就已經好像進士了 也是一時的人物 那在西陵處啊 他也是因為跟王安石不和 就擔任了海州的支州 海州啊就是現在的江蘇的連雲港 那你們註解應該有寫出來 在江蘇的連雲港 西蘭的地方 那在西陵七年跟東波一樣 他就被調關了 他調回京師去 擔任了一個起居住知智高 這皇帝的那個草泥啊 那個稿子 還有紀錄皇帝的一個 平常的 慾常的 言行的一個官員 那在中蘇省工作 那東波 他說了 之前在八月十五 在西陵七年的一年 那孫之源呢 就離開海州 因為他要往西北邊境去 任星光 那在那天晚上呢 他就啊 坐別於錦書樓上 那錦書樓就在海州 他是啊紀念啊 他是送到一個人 為了景仰西漢時候啊 海州的兩個人物 一個是書廣 一個是書寿 熟職的 那種賢德而建的 一個一個樓台 就景書 景仰星熟職的這個樓台 那坐別就是呢 他視座驗別 自己呢走了 自己呢 請一些官僚啊 在那邊呢 就換驗 人家送他呢 他就 請那些官僚來 因為最後一回啊 在那邊 大家共度中秋節 坐別於錦書樓上 繼而就是不久之後呢 與余會於潤州 就跟我呢 就在運州相見 因為 為什麼他要去運州啊 因為 孫職源 本來是揚州人 離開海州呢 之後他先回家 那揚州跟運州很接近的 他離開蘇州呢 就去了運州 剛好東坡從杭州出發去了運州 兩個人在路上相逢的 那兩個人相約而行呢 一直走走到楚州 才呢各自分開 東坡本來以為去了楚州以後呢 他就北上要跟弟弟見面 沒想到呢 河道不通 他就往南再轉轉了 往密州去 所以東坡本來繞到呢 到十月十五月呢 自己去了海州來的 因為他就走另外一條路 折返往西北 東北走 那去到當年呢 就是三個月前 那孫聚源在這邊的 驗別的錦書樓 當時的新的太守姓陳 不曉得什麼名字了 叫陳某 東坡這個人不在 不重要 所以東坡連名字都不寫出來 與太守呢 會於錦書樓上 就跟新太守呢 就在錦書樓上就相約了 做此詞 以記據緣 你看東坡呢 幾個月輾轉之後 去了老朋友 曾經在那邊呢 擔任了知州的地方 也在同樣的地方 對著一輪明月 東坡呢 生了很多的感嘆 明月依舊 人世不同 整首詞就圍繞著月光 來寫的那份思念的情懷 重要的是 東坡從自己的角度 思念孫聚源 也從孫聚源的角度呢 思念的我 對面言情的手法 而貫穿彼此的 就是一輪月色 那首詞就是呢 我剛才說了 就是他水丟戈頭 整首寫月亮的一個前奏 這首詞是最好的代表 好 我們看看呢 這首詞 他說 我長逸別時 景書樓上明月如水 美酒清歌 流連不住 月隨人千里 別來三度 孤光又滿 冷落共誰同罪 卷諸連欺然故隱 共一道明五眉 今朝有刻 來從衰上 能到始君深夜 屏隱 屏障清懷 分明到海 終有相思淚 而今何在 西緣清靜 夜勇 陸華清北 此時看 回朗小月 也陰暗寂 所以整首詞是很妙的 就是一種時空貫穿 好 我們先看詞的上篇 他先走著寫了自己 面對景書樓的月色 想起之前在這裡的孫劇園 有一組 東波這個時候是十一月十五 還是圓月 當然已經是冬天了 他說長逸別時景書樓上明月如水 東波沒寫當下就想到 哎呀 一起想念 你當年八月十五的時候 在即便景書樓上 坐別景書樓上的情形 明月如水 不像今天那麼冷 如水一樣 涼涼的感覺 泡在水中舒服的感受 我真的神往神遊之 很想跟你在一起 在八月十五參加這樣的生活 我其實沒有忘記 也許這段話使得當年 就是當年他跟孫劇園路上相逢 孫劇園跟他講的 我之前在八月十五的景書樓上 開過一個延期 那些美月當頭多麼美好 多麼的記著這個 當他來到的時候 自己在沉醉的那個氛圍當中 不能自拔了 好 那想到三個月前 八月十五孫劇園在景書樓上 大案的情形 多麼令人陶醉 但是此情此景 那想必呢 那個孫劇園呢 也不願離開了 很想留下來 但沒想到呢 美酒清歌 流連不住 月水人千里 大家都很希望能夠 時間能夠靜止 如此月色 如此美景當下 希望一切都不變化 但是啊 念了美酒清歌 你想流連也留不住了 孫劇園想一直待在海州 過了十五啊 八月十五的生活 也是留不住 最後呢 月亮把你送走了 月水人千里 幾個月之後呢 已經把你送到千里之外的 變金城去 那使得很妙的 一個月光 當時照亮著我 現在也把你照到千里之外去 同樣的月光沒有變化 好 這使呢 用千里的空間 當然的帶出了 一個時間的一個變化了 在這個千里之後呢 你看過了多久啊 別來三度 也通過現在所在的時空點了 從八月十五之後 九月十五 十月十五 現在是十一月十五 所以是三度 那別來三度 第三度圓越了 孤觀又滿 孤單的月光 又開始來團圓起來了 就在我現在的一個點上 都不用孤來形成月光不常見 你看得出來 他也投身了自己的孤單寂寞 在月光上面 用前面孤管的 那個情形是一樣的 那冷落共誰同罪 我在這邊呢 冷冷清清 沒有理相伴 好友不在 感到有點清冷寂寞 不少的與誰也可以同罪敬業的 而我們看虛文 與太守匯於錦書樓上 他都不把那陳太守放在眼中 這人在時候 還沒面子對不對 整首詞裡面 東某很多人都記錄下來 陳某 我們只要是陳的一位 一位知咒 他的名事都不記錄 東某連名字都不提他 反正他是配角不中相 東某是希望跟孤居人家這樣相聚 所以只能說冷落共誰同罪 幸好這個詞不是送給陳太守看到的 對不對 不能說我花了錢 請你訴大人來 結果在作品裡面 一字不提 還說冷落共誰同罪 那東某當然是針對的 是給他的好朋友孫劇源的 他說捲珠連 今天晚上呢 因為這樣的思念固人就睡不著了 睡不著的捲起珍珠連子 欺然固飲 回頭看看自己孤單的影子 因為共誰同罪 這時候看到人能跟我相伴的 除了月光 就是我的影子 對影成三人 就是這樣的 而且共一道名無美 那個一 有些人說是影子寫不對的 因為那個影子現在是轉柱格低起護照無眠 你才有個投影影子 但月亮吸塵之後影子都沒有了 哪會有影子 你就會跟你道名無美呢 所以一應該指的還是月亮 我共理啊 共理呢 可以道名無畏 我一直看著外面的月色 從月正當中到月西斜 然後最後沉默了 我一直到達天亮都睡不著 就是看著同樣的那種月色 好 這是東坡上片的那種情懷 但是啊 那這樣的情緒啊 從何而來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 多麼來到一個地方 都想起孫劇源呢 原來是有原因的 在下片呢 它用個倒序的方式 走呢 倒序當天的 當月的白天的發生的事況了 原來是這樣的嘛 有客人從水上來 那種水 雖然的水 那水水啊 來自哪裡呢 荷蘭開封 就是汴京城 所以水上呢 一直都是汴京城 從汴京城來的 那些人呢 只從汴京出來 在路途裡面 來從水上 能到始君生意 那始君指的就是孫劇源 那我們猜想是這樣的 這位客人呢 從從變金出來 也許路途裡面 剛好的路途 碰到孫劇源 兩個聊起來了 孫劇源問他 你到哪裡去啊 那朋友說 那個客人說 我到江南去 孫劇源可能跟他說了 又到江南去了 碰到我的好朋友 蘇東波 幫我問問他一聲 傳個口訊吧 是這樣的 所以他能到始君生意 他能夠說出 始君對我的思念的深厚情誼 因為這個客人 路途裡面碰到孫劇源過 是這樣的一個來歷的 所以為什麼東波今天晚上 會突然想起孫劇源 因為這個朋友 帶來個口訊 知道呢 孫劇源沒忘記他 還吩咐客人呢 來慰問他 來給他打招呼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來歷的 那 能到始君生意 當然就說的這個 東波這份情誼 如何回報呢 東波說 憑屁障親懷 分明到海 終有相思淚 他覺得彼此是互通的 我在這裡想念你 你在那邊也想念我 什麼是見證呢 常常的流水就是 這份思念的情的見證 你看了 屁障屁障 依靠依賴著 清澈的淮水 但是淮水流下來 最後呢 流到四水去 然後呢 會入大海 那現在海州 東波所住的海州 在東海之側 這海州跟淮水不相接的 當然淮水會流到東海去 現在呢 我在的海州呢 就在東海之側 所以想像呢 孫劇源的相思之類 可以由水水 然後借淮水 進個大海流到我的身邊 當然那個海 你說只為海州也無妨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有這個海州 但是海州呢 實際上不連接其他的水的 它只靠近海邊 但是這個海邊的水怎麼來呢 它只從水水接淮水 然後流入大海 東海 這個海州 走在東海側面 因此呢 那個水就會啊 一脈相連 如果孫劇源的情呢 化為相思類 就會流到我的身邊 我會感受得到的 所以啊 他這裡就很形象化呢 把這些冰冷的 滾滾江水呢 化為一種充滿了熱淚 代表溫暖的一份情誼 我們會感受得到的 滔滔不絕 綿綿不絕 走進一份相思的情 這是最好的一份見證 東坡小姐淡開來寫 好了 既然水中有你的情 也有我的情 彼此互通的 那我想像了 我今天晚上睡不著 那你呢 將心比心 應該跟我一樣吧 所以他說了 而今何在 現在你在哪裡啊 當然已經經過三個月了 東坡還在海州 但孫劇源也許已經老早 回到京城中蘇省去了 西緣清靜 葉勇陸華清貝 那西緣 西緣呢指的是中央行政官署 中蘇省的別稱 語面叫中蘇省嘛 那唐代呢 中蘇省稱為西台 台灣的台西台 那門下省呢稱為東台 而至於玉史台呢稱為南台 他們分了幾個台門的 那中蘇省就是西邊的台 所以西緣呢指的就是 這個中蘇省的所在地 辦公或者他值班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清靜 為什麼清靜呢 那皇宮裡面呢 戒備森嚴 晚上呢是有夜靜的 所以指了皇宮裡面的 優生森嚴的一個情況 你不會出來了 你也許呢就待在 中蘇省裡面職業 那裡面呢有夜靜 你待在那一邊 夜湧 湧著長野 慢慢長夜 你睡不著 為什麼啊 露華清背 聽快亮的時候呢 那個露水呢 滲到了你棉被裡面來 讓你睡也睡不安寧 但主要不是因為露華 因為你根本睡不著 剛好稱的那個涼涼的天氣呢 你都站起來了 多麼久猜想了 我在今天晚上睡不著 既然我們相思類似的互動 我猜想你今天晚上 也許也跟我一樣睡不著 這時候你做什麼啊 此時看 回廊小月也陰暗寂 你睡不著一個時候呢 你應該走到了回廊裡面 抬頭看著一輪 早上的月光 那時候呢 也應該會暗暗寂的 種種的事況吧 那陰暗寂當然 作者不明白說了 當然說點的應該就是啊 也許啊 他在這個時候會想起以前的種種 包括了不久之前 燕別錦書樓 或者跟東坡在運州商譽 同行的楚州的往事吧 你應該暗暗會想起 也會想起我蘇東坡來的 所以這個月光你看呢 從八月十五到十一月十五 從我這一邊也照到你那一邊 跨越了不同的時空 月光就見證了人間的思念 那份溫情 那這個不是後來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軍的 同樣的一種情懷嗎 而且這首完全是 扣合了整個月光來寫的 從過去到現在 從這裡到那裡 月光超越了時空 一言明鏡 傳達了那份彼此思議的那份聲情 跟難得的東坡呢 採取對面眼鏡的方式 相信我的情感跟你是一樣的 有這份信任 人真的不會孤獨 不會覺得一片荒涼 也相信我看你 你也在看我 所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長軍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相信此情在彼此都一致的 那這個當然是回去 慢慢去細細品味吧 那我們下次呢 就會到東坡的水雕歌頭 只會到串人之間的彼此的關聯性 所以下面呢 我們走啊 從下個禮拜開始 進入東坡的 慈的一個成熟的階段 密州時期了 大家回去好好的 根據那個再度的篇章 先做預習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 收到東坡的最高了 你要跟我們下個禮拜 收到東坡的作品 有一個小方的 成熟的貢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